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别想到你的房间还挺干净的 因为我有定期收拾 你俱乐部里不是有阿姨吗 他们不能帮你收拾吗 阿姨岁数大了 而且她是万的妈妈 他们家需要这份工资 而且我房间我定期不回来 挺干净的好收拾 别想到你还是一个有良心的老板 我不喜欢人家叫我老板 所以他们都叫我老大 你的衣服怎么都是黑色的 其实你穿白色的也许也很好看 我又不是小姑娘 穿好看有什么用啊 你收拾箱子干什么呀 林队回挪威了 这个赛机我得自己盯 而且这个家我也不经常回 那爷爷呢 爷爷过两天也回去了 小白送他 看着我干吗 需要帮忙了 不用 好 爷爷 我帮你消吧 给我吧 爷爷 你消啊 我帮你 好好好 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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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吧 那 那你帮爷爷消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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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我不是 你喜欢手没有啊 行 那我尝一个 好甜啊 这么甜 爷爷您不尝一个吗 不尝还后悔的 尝一个吧 你给我 我吃 好好吃 年年 也许回去 公巴很难回来了 这长度飞机 这老人家折腾不起啊 你说爷爷想见你 到时候怎么办呢 这样吧 爷爷 如果您想得 等我们俩有空 我带他过去见您 这 这真的 你选择不要赖账啊 那也得等他有空啊 人家还得读书 我有空 我随时都有空 听见没有 爷爷您吃 嗯 特别甜 谢谢你今天能来 爷爷很开心 嗯 太客气了 我也很喜欢跟爷爷聊天 送你去哪儿 家还是学校 回学校 我们什么时候去看猫呀 你这个人很奇怪啊 送出去的东西总是惦记着 怎么想要回去啊 你看 你看 你总是曲解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嗯 过两天吧 等我把小鱿鱼收拾收拾 再给你看 哦 你说什么 你叫他小鱿鱼 对啊 这 这是我的网名啊 你怎么给他起我的网名啊 你叫尤小鱼 他叫小鱿鱼 能一样吗 尤小鱼送小鱿鱼给我 你说绕口鱼啊 你是故意的吧 对啊 故意的 还不用取名字 多顺口啊 嗯 不是 你叫他小鱿鱼 可他是猫啊 猫是吃小鱿鱼的 真是真好变态啊 有吗 嗯 反正他现在还没有习惯呢 你可以把他名字改一下 名字能随便改吗 嗯 我要是管你 叫童商言你乐意吗 童商言 乐意 童商言 韩年 安全带 韩年 韩年 写程序也可以直销 什么事这么开心啊 你有没有需要做的迪巴格呀 我帮你弄 哭也迪巴格 笑也要迪巴格呀 反正没事干了 我帮你们干活了 你怎么好呢 当然了 亚亚你说 我们两个都分手两次了 还能和好吗 你怎么好呢 你们两个 你们俩那能叫分手吗 你俩那叫国家家 可是我妈超级不喜欢她 我都不敢跟我妈说实话 韩商言不差呀 我横看树看 你身边没有比她更好的了 是吧 可能因为我妈妈是老师吧 所以就不喜欢韩商言那样了 不是 我觉得是因为他俩接触得不够 你得制造机会 让他俩多接触接触 韩商言这个人吧 他的好的地方都藏起来了 得深交才能清楚 别担心了 所以你从小 跟你妈妈生活在一起 我爸走得早 所以从小就和我妈相依为命 这也本就是我该担起的责任嘛 你妈呀真是疼你 你说家庭条件不好 也没有说毕了业 让你赶紧出去工作啊 是啊 我妈一直说读书重要 知识改变命运嘛 妈 大姑 我来了 童年 江峰 你怎么来了 实验室发了点奖金 所以我就赶紧给叔叔阿姨 买了点东西送来 妈 你干嘛呀 人家还没毕业 你怎么收东西呀 阿姨没收 你看你把这孩子给吓了 你坐下 别理他啊 赶紧坐下 谢谢阿姨 你看 郑辉多能干 还能帮着我摘豆角 你会吗你 嗯 平时没有让我干 对吧 三嫩 这家务活啊 一个人会就行了 我看呐 咱们年年 天生就是享福的命 这倒是 反正所有人会帮我干 可以 阿姨 这个我帮你拿到厨房去吧 不用不用 你是客人 我们自己来 没关系的啊 没事 别把我当外人 你坐着坐着 陪大姑说话啊 好好好 我来帮你来 好 坐着啊 行 来 咱俩聊聊天 妈 妈 那个 有话快说 妈 你知道吗 韩爷爷可要回国了 归挪威啊 嗯 哎 那这事我怎么没听说啊 你怎么知道的 我呀 我就是那个 是不是小韩跟你说的 我呀 你 你怎么到现在为止 跟他还有联系啊 听什么学你 小点声 我们普通网友 真的普通网友 不是 我没跟您说这事 我是想说 你看韩爷爷 这么大岁数了 这次走了 他再回来 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你们不去看看他 这合适吗 看谁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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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想看谁 你跟我说实话 当人看韩爷爷了 你爷爷 韩爷爷 择日不如撞日 不如今天下午就去看看 韩爷爷怎么样 你比我们还着急啊 你有那么急吗你啊 不是我着急 我着什么急啊 那韩爷爷也着急啊 你看他 他年龄这么大了 但他可不着急吗 妈 你都不知道 韩爷爷有多可怜 自从回国以后 连自己的老家都没回去看 也没有人带他回去 也不知道自己老家 变成什么样了 不如 我们带他回老家看看怎么样啊 去苏州 对啊 苏州 那倒也是啊 他跟你爷爷啊 都是从那儿的村里出来的 你看 这不就是缘分吗 是这么大的缘分 咱们带他去回老家看看呗 但不管怎么样 这事啊 得跟他老人家商量一下 得他同意才行 行啊 行啊 那我去问 我去问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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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啊 这事不用你管 我来管啊 把豆浆给我洗了 吃饭了 这个周末就去啊 行行行 没问题 您啊 别管了 由我来安排啊 对啊 去两辆车 小汉不认入 没事 那我们的车 带筹 爸 您内 您放心吧 三点 多了 快 哪要看看电视这么高兴 这广告你不觉得挺逗的吗 逗吗 逗啊 哪逗了 这很逗啊 这广告有什么逗的呀 而且啊 把你给高兴的啊 走了